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电影十里狼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的科幻电影《星球崛起3》 本篇成接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人物剧情 主要讲述星星们在领袖凯撒的带领下 与人类军团展开最终决战的故事 凯撒作为一名优秀的领袖 自始自终的为他的星星部落服务着 这一次他从人类朋友那里得知 人类的军事基地中已经派出一批军队 目的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族群 凯撒的内心清楚 这次的考验已经无法逃避 唯有勇敢的应对 很快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偷偷潜入到了元族领地 他们确定好了目标方位 便迅速开始了火力攻击 在猛烈的炮火中 元族的战士死伤无数 正当士兵们洋洋得意时 凯撒带领大批元族战士开始了还击 因为身体灵活加之主场优势 元族大军很快将战军扭转过来 这支军队迅速败退 并以全军覆没的结果收尾 战争结束后 凯撒开始慰问族人 这时大家告诉凯撒在树林中俘获了几名敌人 其中还有一只曾经跟随科巴的星星黄毛 在凯撒的仔细盘问下 最终得知这支军队都来自人类军事基地 而他们只是其中的一只 凯撒看着士兵惊恐的眼神 决定将他们放走 并让他们给上级传话 人类并不想发起战争 他们只想在森林中安逸的生活 不久后 凯撒的大儿子兰谋回到了部族 他激动地告诉凯撒 自己在北方发现了一片广袤宁静的森林 这让凯撒感到十分欣喜 如果元族整体迁移 就能彻底躲避人类的纷争 过上安逸幸福的生活 就在他们商量迁徙路线的这个晚上 上校亲自率领军队偷袭了元族部落 在这场战争中 元族死伤无数 就连凯撒的妻儿也倒在了血泊之中 这让凯撒彻底地丧失了理智 他疯狂地追击着上校 但在追击途中 却意外地被打伤 掉入了河中 好在凯撒并无大碍 经过这一次的战斗 元族决定让部族马上迁移 但凯撒并没有跟大家一起离开 因为他的仇恨已经充斥了内心 为妻儿报仇血恨成了首要目标 看着领袖凯撒的伤痛 部将毛里斯也十分难过 他和其他两名元族大将 决定一同跟随凯撒 就这样 一行人踏上了复仇之路 不久 他们来到了一所民居 在这里意外遭到了一名人类的攻击 凯撒等人只好立即还击 最后击毙了这个男子 最后他们发现 这个男子还有一个叫诺瓦的女儿 看着无人照顾的诺瓦 凯撒决定带着他一起上路 很快他们就成功来到了一个军队营地 并在这里遇到了自己的族人白猿 原来白猿因为惧怕军队和死亡 就投奔人类当了叛徒 而部族的具体位置就是白猿提供的 得知这一切后凯撒十分愤怒 这时有人类士兵路过 为了不打草惊蛇 同时为了给族人们报仇 凯撒和手下将白猿给勒死了 但眼下的复仇计划还未完成 凯撒一行人再次启程 决定继续向上校的大本营进发 在路上他们遇到了一只会讲人类语言的聪明星星 还从他口中得知了人类大本营的位置 聪明星星本来不想参与战争 但在得知凯撒的经历后 他回想起了自己的悲惨经历 于是毅然决然地加入到了凯撒的复仇小队 不久他们来到了人类大本营附近 正观察时却遭遇了巡逻兵 在战斗中 星星大将卢卡也不幸身亡 看着敌我实力如此悬殊 其他人希望凯撒能停止复仇 但此时的凯撒已经濒临崩溃 他表示自己绝对不会退缩 于是他独自进入了上校的大本营 结果发现千禧的园族已经被上校全部活捉 如今被关在这里修筑防御宫事 就在凯撒准备救出同胞时 黄毛星星突然出现急晕了凯撒 就这样凯撒也被上校俘获了 在这个监狱寺的大本营中 所有的星星们都成了人类军队的奴隶 他们被逼迫着进行体育劳动 甚至没有食物和水的供应 于是凯撒向上校提出了抗议 但在上校的强权之下 他也无能为力 机智的凯撒通过这些防御公式推测 一定有另一支人类军队正在向这里进发 而他们并不是上校的盟友 这时 毛里斯一行发现凯撒被抓后 也在想办法营救他 但人类军队守卫严密 根本混不进去 不过 小女孩诺瓦却成功来到了凯撒身边 凯撒因为受到了惩罚 身体已经极度虚弱 诺瓦给他找来水喝 这时 族群的星星们还凑了一些食物 让诺瓦拿给凯撒 他们不希望自己的领袖这样倒下 在大家的鼓励下 凯撒终于振作起来 这时 巡逻兵出现 为了诺瓦的安全 毛里斯直接走了出去 吸引巡逻兵的注意 当然他少不了被一顿暴揍 看到这一幕 凯撒感到无比惭愧 没想到自己的一意孤行 让族群都成了阶下囚 自己跟满怀仇恨的科巴 又有什么区别 如今他最需要做的 就是解救出这里的族人们 并带领大家走向生存的道路 不久后 监狱外的诺瓦和星星 成功从下水道 挖通了一个洞口 接着 毛里斯故意激怒一个守卫 他们理应外合 将守卫拖进下水道 拿到了他的钥匙 就这样所有的星星 被放了出来 开始了向外逃跑 而这时 另一支军队 突然向这里发起了攻击 双方混站在一起 一时无法顾及逃出来的星星 这时 凯撒来到上校的房中 发现他已感染了源流感 看着他十分惨烈的样子 凯撒将一把手枪递给了上校 这一次他放弃了复仇 而上校则选择了自杀 在双方的激烈战斗中 没有及时跑远的星星 也惨遭射杀 看到这一幕 黄毛有些内疚 自己现在正帮助人类 杀害着同胞 这时 他看到凯撒准备从后面 用手雷攻击人类军队 却让一个士兵用弩箭射倒 危急之时 黄毛将枪口对准了士兵 救下了凯撒 但自己也被击杀 心中的良知 让他做了正确的选择 这时 凯撒突然丢出了身上所有的手雷 炸毁了这个充满仇恨的营地 巨大的爆炸 让营地瞬间移为平地 这也代表着 这支军队的彻底覆面 这时 另一支军队冲了上来 看着从天而降的胜利 他们随即欢呼雀跃 但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不远处的雪山因为爆炸 发生了雪崩 就这样 这支军队瞬间被大雪给覆灭了 而凯撒和族人们 则通过他们灵敏的身体 爬上大树 躲过了这场浩劫 影片最后 凯撒带领着族人们 又开始了大迁移 他们爬过高山 走过平原 经过艰辛跋涉 终于到达了新的家园 这时 疲惫的凯撒也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她的一生实在太过曲折 太多坎坷 而这次 她终于能好好地睡上一觉了 在这个世界上 物种的更替 是生物圈演变的必然结果 谁都不可能永远地成为主宰 希望万物都能够放下偏见和仇恨 最终和平地相处在这片土地上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到这里啦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